我上次連那個 楊森達在我家 楊森達這麼大囉 他沒看過Goth Father 那我也是好心充滿熱情 我想說今年電影你沒看過 你當什麼表演者 我放給他看 他看五分之中他受不了 韻哥這真的是沒辦法 沒辦法 韻哥五分鐘了 還是那個馬龍拜南都一直在講話 因為他一開始不是 他跟那個在錄影裡講話嗎 出出五分鐘講不完 你是想要 建立一個家庭共同的一個回憶 是 因為有一天 念雲一定比孩子先走 所以這個經典的影片 這個經典的影片 會留下來 所以他們要來懷念爸爸 當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 就會想起 那一年跟爸爸一起看這個影片 而這種經典影片 我告訴你Goth Father 我每十年一定重看一次 我每一次看都有不同的體會 那前面的五分鐘 就是整個教父裡面 最經典的五分鐘 那我還揚聲打過不了那五分鐘